也知道自己下了重手 所以觉得对方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报复 因此他就说 我们现在要进入紧急民防状态 大概到9月底之前 全国民众都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纽实在讲 以色列是在进行高风险的战略豪赌 那他就是要藉由升高局势来缓和他自己的局势 就是他的政治局势 可能纳坦亚胡要被换下台的这个局势 我就这样 以战争状态来稳住自己的政治 那所以也要逼着这个争主党退让 那恐怕现在以色列面临到的状况 我们从图示来看 以色列、黎巴嫩 对决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叶门 他可能要一打四的状况 消息人士讲说 现在伊朗居中牵线之下 俄国也正在与叶门青年行动的叛军 提供更先进的一个超音速反舰飞弹的系统 那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准备好 在中东这边引爆大战了 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首先以色列的企图当然很简单 以拜登选举还有两个月 可是就任的新总统还有四个月 那换句话说这个给纳旦亚胡很好一个空间 因为你美国下不了任何决心 对不对 而且你只有按照以前那样 不停的支持我 所以以色列有词无恐 而且他跟黎巴嫩的对手实在是不能比了 上一次就有这个传说 就是那个BB Code的那个爆炸 是原来准备对黎巴嫩发动 奇袭的前一天或者当时 又爆炸又发动对黎巴嫩的战争 可能情报外泄了 所以BB Code的炸弹就先爆 爆完以后他不能说丧失这个有力的战机 因为你珍珠党这个手机发下来 BB Code发下来一定是珍珠党里面的重要干部 跟下级干部嘛 一搞到几千个人受伤 那你整个黎巴嫩的 珍珠党的军队的指挥链就断掉了 这个通讯链也断了 第二个受伤的都是干部啊 你没有说每个小兵手要拿个BB Code吧 对不对 而且他炸伤的位置 受伤的位置不是眼睛就是脸部啊 要不然就是腰部啊 那这种人可能就失去战斗力的 失去战斗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以色列发动攻击 所以第一波就空军嘛 我很早以前在很多节目就讲 以色列扣军是最彪悍的 在西方国家来讲手去一指的 一天可以起飞四次去执行任务的 别的国家做不到 而且在以往的六日战争里面 他曾经表演过 他内线作战 打完东边打西边 因为这个战场上调度最快的就是空军嘛 第二个 我认为观众大家看一个死伤比例很不成比例 俄乌战场上打得很剧烈 轰炸也好 炮战炮击也好 三四四个人伤亡 这一次搞了558个死亡 1800个伤亡 为什么 因为战场上的部队不是躲在豪沟里 就是碉堡里面 这些摇弓武器 顶多炸死那么一点 可是贝鲁特是首都 而且以色列这次做的是无差别的轰炸 对 无差别的轰炸 所以你看史上在一夜之间增加到 快2000人 史上人超过2000 所以这是 以色列现在已经完全眼里没有国际攻法 也没有什么人权的 也没有什么mercy 而且2000枚炸弹 我们都知道空军执行任务以后 多余的弹药不会带回家的 你落地的时候起爆怎么办 所以他可能在沿路的村庄就丢下来了 所以平民伤亡很大 没有战备的城市伤亡很大 我们想想 台湾的城镇作战 你伤亡也是很大 因为你不是兼顾公事 所以我们从俄乌战场跟 黎巴嫩战场上 我们就看出这些未来的一个威胁 战场上有壕沟 有碉堡 要上往下 所以我常常一直在呼吁台湾 你要想跟对岸做对的话 你现在就要做战场经营 什么叫战场经营呢 坑道 碉堡 掩体 库房 这都要做 要不然一月就 就像黎巴嫩这样子 指挥干部受伤 通信系统受伤 空军开始攻击 那下一波呢 下一波地面作战的部队来了 因为真正解决战争的问题 就是靠地面部队 我占领了 我说了算 一空军炸 这个炮弹极止 是造成断壁船员 但是主权没有改变 所以以色列讲的放大招 我想就是入军 因为以色列的甲车 是重装备 自动炮 自走炮车 重装备 相对的爱尔兰 他很可能都是皮卡上面 装机枪这些东西 所以以色列现在做的 先攻击黎巴嫩的南端 又攻击了北端 是不是跟加沙走廊里面 表演的所谓 赶尽杀绝又在这边上演 他把北边黎巴嫩 黎巴嫩的南边 拼命往上推 往上推 他认为他获得了 战略安全的空间 缓冲区 因为以色列四面 被伊斯兰教的国家给包围 所以他不安全感 他就要拼命争取 战略上的空间 其实以色列用不着这样 因为他身边国家 没有一个像样的国家 有钱的像沙烏地 阿联酋 卡特 根本就不愿意打仗的 而且还亲美的 对不对 那你身上的几个穷小弟 叙利亚 对不对 叶门 那能成了大事吗 所以 俄国就说 你伊朗 反攻 陆军隔上千里 飞弹又被 以色列的飞弹所拦下来 美军的航母 美军的神盾 也可以拦 那你还能做什么 伊朗现在do nothing 什么事都不能做 只能说把俄国的反军飞弹 给谁 给叶门的胡塞组织 打打红海口 拦拦人家船 只能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战场 回教国家的这个团结 我看是没有希望 那 黎巴嫩又是下一个棋子被牺牲 库斯科州 还有希望盟友可以提供 更多现代化的武器 再加上财政支持 所以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胜利的方程 是在其中 只是他能够继续 这一场战争 继续延续下去的 一个续命计划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呢 这人这司机 好意思讲 这是胜利计划吗 他就是要把人家拖下水 而且讲 你们不拖下水 你们也危险 欧洲危险 我的抵抗是为了你欧洲 然后 他这个胜利计划 就是要钱要人要蛋 那问题就是说 给你钱 给你蛋 你的军队的 募兵的能力比较差 你看为什么战场上表现的 一个是俄国的华格纳部队 一个是亚树营 因为这两个部队才有老兵 其他乌克兰的部队 老兵伤亡过多了 就靠新兵的炮灰 这种是战力不强的 所以他又去见拜登 又去见贺锦丽 你们将来 连川普他都要见 因为川普放的话 他很害怕 我上台第一天就把你停掉 那不是切断所有的几代 所以伦测事情我们不许谈 他那个是零句话 我称之为叶可摩计划 延续生命的最后一点 另外看俄乌战场 这是一个double check 就是两个双前公司 这个红军城前面 两个高地 就是胡塞德跟阿普迪夫卡那边 是包围红军城的 凡是一个纯阵战斗 它不是布防在城里面 它有外围的据点 外围的碉堡 外围的壕沟 可能有一层两层三层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大家看 只有七公里了 五公里了四公里了 进展很缓慢 因为他们也知道 打到红军城就了无深入了 所以他就拼死抵抗 那俄罗斯又慢慢要加强 彻翼的攻击 彻翼攻击从后面包围切断 这是第一个包围 第二个包围是从上面的 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跟下面的double check 就往哪里呢 就往这个涅博河 等于说第一线是这两个点 这前面有两个点 后面有两个大钱 后面有两个点 这个战略构想 当然是最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就是说它有很大的乌冬的战略缓冲区 甚至于将来和谈的时候 让多少给多少 就好像我们到百合公司 他要涨价 他先把那个售价提高 然后再打折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二次大战 为什么俄罗斯跟美国在欧洲大陆拼命赶路 抢地盘 你想那个时候连柏林都被俄罗斯包围了 所以那个时候艾森豪就没赶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战前势力范围的划分 跟谈判的条件 我们要看懂 但这两个钱到底能不能成功 有待商榷 因为你在扎波罗尔这边的部队 你摆了多少 哈尔科夫那边的部队摆了多少 你摆的少 你突穿的慢 突穿的慢 红军城的部队再做后面撤退的话 又可以组织后续的抵抗 当然对乌克兰讲比较困难 因为后面没有什么大的城镇可以撑 一片草原一片平原的话 俄罗斯可能会达到战略目标 但是10月1号能不能收复红军城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你前线的第二 前外围组织都没有办法突破 那可能还有得打 那这个战局 我们看来就是说 乌克兰是陷入非常 紧静崩溃的地步 所以人事司机到美国 英国到处喊救命 要钱要蛋 画面上面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外国的网友就发挥创意 包含了这个中国古代的帝皇 还有就是世界各国的君皇 甚至是埃及的 通通都可以 好像匹配这个三折肌 看起来都没有违和感 所以大家讲说 这就是一个尊贵的象征 那大家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发挥创意嘛 话题上面 大家都开始来一些一番联想 那再来还有杜拜的一些土豪 现在他们也是自己拍影片 拿到的三折肌好乐啊 就说这三折肌重新定义了 手机还比赞 那的确真的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 有钱人也好 或者是中东的一些有钱人也好 他们都想要去买这个三折肌 我昨天才从上海回来 我去了于成东交货的门店 我也去实际登记到了 去现场打开开机 自己拍了一段体验影片 对它真的很薄比起我这一个 这个iPhone的手机的侧面还薄 因为它其实这个全部摊开来的时候 它比起iPhone还大概只有iPhone的一半的厚度 厉害 那所以如果三个叠起来 大概只比这个iPhone再厚一些些 那当然要接电话就要打开来接 才能让人家知道你是拿三折肌 对是故意的 但是我去到现场 我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中东的面孔 在那边看三折肌 所以真的是红的出圈 那再来还有大陆的这个微博上面 就有人贴出来说 现在数码博主出去聚餐 你要是没有三折肌都不好意思掏出来 大家还要这样子摆成一排站立显示 所以这已经是凸显出来 就好像变成一个新的现象 科技圈的新现象 那9月24号呢 其实华为有一个新产品推出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智慧 Watch GT5的系列的手表 也是鸿蒙系列 那所以大家讲说 接下来就是一个鸿蒙的时代 那这一次的手表呢 甚至还跟这个情绪喔 他都可以帮你管理到喔 就是说可以透过你的一些生理上面来 看看你现在是不是情绪不太好 还更加智能了 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非凡再升级 那华为还出大招 因为现在大家在关注的就是纯血鸿蒙 已经快要启动公测 在10月8号的时候 余晨东就讲说这个原生鸿蒙是一个新生命喔 用一年多的时间走过国外系统 他们这样子都要十几年的路 他说这是产业前所未见的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鸿蒙的生态圈里面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开发者 投入到了鸿蒙系统里面来开始开发 就连华为最新的这个智介R7 其实也是主打说 你可以跟这个鸿蒙系统这样子绑定在一起 所以你的手机跟你的这个智能车 是这样可以无缝接轨的 完全就这样子 你上车之后它就可以启动啊 然后任何的功能啊 就是好像一秒这样子传递过去 那这个R7 智介R7的发售是 他说今年这个R7 它是用亏钱来卖 一台至少要亏台币13万左右 那当然是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世代 所以他要提供出来这个更强的超强底盘 那现在目前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万辆 这个上市的时间 他说这个目前预约上市两周 已经有3万多辆的一个预约 当然现在就反映出来 这个变动车搭载了这个鸿蒙的系统 美国当然看得到啊 所以他们现在讲说 接下来全面禁止联网汽车使用中国的软硬体 那为什么美国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这个IEA讲说 2024年全球的电动车展望 其实预估是有1700万辆 而且甚至呢 中国大陆的占比是非常的高了 那美国当然是自己做不出来 我只能靠限制你的 小弟也跟着来 加拿大现在也要效仿美国 就说哦 这个联网的这些智能车 我们也要提出一些相关的限制 来仿效美国 这个东西啊 我想这个华为这个手机啊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我活了这一辈子啊 就眼看了这么多不可能的事情 别可能的 以前我们看小说 天眼通 神通 天耳通 神通 那你现在拿微信拿微信 跟美国讲话不是就讲了吗 对 那不是耳朵通了吗 你只看到人家的云幕 它长相 那不是天眼通吗 现在连大脑都快要被取代了 AI快来了 那写作文就是用手机 把你的意思忘记 我讲今天写我的爸爸 那后面就可以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这些神通 要定法律管理啊 这个东西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第二个 华为手机刚开始出来 10万块台币有人买吗 很多专注时髦的 你看那些老婆啊 那些太太啊 买包的时候毫不手软啊 对 对不对 那他有 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 再加上阿拉伯那些土豪略生 有的是钱嘛 不用讲略生啦 他一定是略生 对 有钱的 有一大部分是略生 对不对 你像那个金华城不是吧 第二个 他汽车又走低价 我就觉得奇怪 对 华为为什么走高价 你没有跟我竞争品 你没有东西跟我竞争 我要多少价都有人买 汽车可是全世界都会造汽车 但是我的电动汽车比你便宜 第二个 美国进的理由也很牵强 也是事实 你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 是不是那个情报 电网收集的旁边 所有的数据 经过哪里 现在人家美国 华盛顿那个国防部附近 不准这种电动车去 对 因为你会收到什么东西 那 如果比亚迪啊 这些电动车卖全天下来 他是不是害怕 事实上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科技检查 有没有这个后门 这不是理由 性价比是绝对的竞争实力 所以你美国进 你进 我们墨西哥惨 对不对 总有欧洲国家惨 他一样打进去 所以这两个 一个走极高尖端的价码 一个走低端价码 每部车赔三万 那也是很大的手笔 对各自的一些 觉得他是可能照门的部分 来进行一些攻击 好那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部说 乌克兰在21号 也攻击了俄军在 这个一个边疆区的弹药库 还有附近的雷达站 也有做相关的回击 好那俄罗斯也说 他们在一夜哦 击落了101架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 那这无人机叫做固定 叫固定翼无人机 然后这被防空系统进行拦截 也摧毁 那基辅这边则说 乌克兰今年 我怕你吗 我可以生产超过100万架 攻击无人机啊 所以你打这101架 没有关系啦 好但俄罗斯也说 我可以生产140万架 好所以反正现在就是一个 无人机的战场就对了 好那在乌俄之间 现在打的没完 但何谈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年底之前会不会有结果啊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嘛 这中东还在打 那乌俄是不是可以稍微停一下了 好有没有结果呢 我们来看哦 泽伦斯基说 他们乌方准备在第二次 乌克兰的问题上面 和平峰会要跟俄罗斯来见面哦 感觉是有事出善意嘛 他们正在制定乌方的胜利计划 也计划要跟俄罗斯 做对话的基础 好但是俄国外交部就说 我们不会参与和平峰会啦 也不拒绝通过任何政治外交的方式 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但前提是我们普清说的话 普清提出的条件 你们要答应 好普清提什么条件呢 他说乌军从萨克达 卢干斯克 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 这四个点要全面撤军 大家想有可能吗 好不可能 所以这自然一定会破局 好路透社也说 伊朗现在扣住了导弹推进器 根本没有交付给俄罗斯 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人为说 这个原因是因为伊朗想要借由 扣住这个导弹的推进器 是不是预留一些空间 来跟西方大国来做一些新的谈判 哇所以伊朗真的还蛮聪明的 很容易在两国之间进行一些交涉 好不过呢 中俄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密切 我们看到中俄在日本海联合军演 也加强了军事合作 他们有个第二阶段的演习 也到了这个日本海的附近海域来进行 那中俄之间也围绕着编队 要联合防空啊 还有舰机协同来返欠等等的 使用一些实际的武器来进行演练 那甚至现在俄罗斯输到中国大陆的天然气 他说在年... 今天是求分啊 那不过我们来看现在 俄乌战场它的天气如何 在基辅昨天晚上最冷的 最冷的温度只有9度 那在哈尔科夫最接近库斯克的地方 其实它的温度只有7度 也就是它已经到了该供暖的标准了 但是能够供暖吗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早就针对它的发电厂 以及相关的供暖的这些基础建设 然后进行攻击 那至于说中国大陆 现在我们看到说 会向俄罗斯购买最多的天然气 其实中国大陆从2017年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煤改气 也就是以前使用大量的煤矿 那现在大量的改用天然气 所以它接用了很多的俄罗斯的天然气的部分 那大家认为说这个天然气的部分 在北溪一号二号管线被炸的时候 俄罗斯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是并没有 怎么说我们来看看我手上的这张图的统计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黑色 也就是现在提供欧洲最多天然气来源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天然气船 天然气船从哪来 从美国 所以欧洲的各国 你买不到俄罗斯便宜的能源 你买的是四倍价格的美国的天然气 这个就是好朋友美国 那第二条的这条红线 其实是挪威 挪威它有固定的一个天然气管 为什么它的天然气供气会慢慢的降低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要问问美国 你想发财还叫挪威少供一点气 但是我们看看第三条这个黄线是哪里 这条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供气其实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标准上面 然后如果说我们来讨论说中国大陆对于这个供气的现象 其实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现在正在讨论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 这个2号的供气的这条管路 虽然它要走经过蒙古 但是它跟苏网欧洲是同一个油气田 所以也就是你现在欧洲不进不过有中国买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看到现在的俄乌的战场 大家都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来讲 泽勒斯基从去年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是夏季反攻 结果看到反攻了吗 没有反攻 他现在又开始讲了 讲说胜利计划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他到底是他的胜利计划 还是俄罗斯的胜利计划 这很难讲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情 也就是为什么在八月的时候 普丁跑了一趟亚赛拜然 因为亚赛拜然其实就是所有伊朗的装备 送往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 我们这边来看 这个就是伊朗 他要把装备送到黑海这附近 都要经过离海 这个库巴是他的首都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亚赛拜然 跟亚美尼亚冲突的时候 明明俄罗斯是支持亚美尼亚的 可是他为什么跑 普丁跑到亚赛拜然 也就是他要打通这条路 他打通这条路的目的是如何 就是获得伊朗的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他的法赫塔的360的这颗飞弹 这颗飞弹其实很短程 120公里 但是现在美国路透社又说 他没有提供推进器这一段 这个就有点外行 他从来就不是一起运的 为什么 因为弹头Warhead本身 他有非常多最起码五道以上的安全 及被炸装置 就是你要起飞达到多少速度 你要达到多少高度的时候 他的弹头才会完成被炸 可是Booster不是 他的推进器不是 他非常容易受到静电的影响 或者是高温的影响就产生爆炸 所以原来就不是一起运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认知作战 他现在真的是一个两面烧的状况 那根据估计这个罢工的第一周 已经给波音造成了至少 5.71亿美元的损失 好那到底为什么中国大会要下订单 真的是要雪中送炭吗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对于波音有点不太开心 因为呢他最近违反了一个许可的规定 然后面临了63万多的美元罚款 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机构罚我有问题吧 你只关注小问题 结果波音公司的严重问题 这个你都没有管 他说这个是不公平的针对specs x 而且宣称这是非常错误 将人类生命置于危险当中 他应该就在批评这个星际客机的事情 好从大飞机到外太空吗 这个总理出访之前被嘲笑说没有翅膀 激起了自强斗志 这是C919就我们刚才说的中置的飞机 他的设计专家的成员叫做陈布什 他说我们1960年代我们的周总理 就是周恩来访问欧洲的时候 开的是螺旋桨的飞机 就有人嘲笑说你们是没有喷气时代 还说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 这让他激起他的斗志 所以他就开始要做一个很棒的 所以就创造了C919 好那他说如今中国的三大航司 也全部都开启了C919的商业运营 所以欧盟的侍航证也正在申请当中 所以预计明年就有望来进行取得 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强斗志 好但是现在中国大陆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嫦娥6号 好嫦娥6号在今年6月的时候 顺利完成了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的 这个土壤采样 我们看到画面上 他们说带回了1935.3克的样品 这确实让很多人知道说 现在中国大陆在月球探探上面的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里程碑了 那央视也进入到位于中国科学院里面 国家天文台的月球样品实验室 首度公开了嫦娥6号 这个月背土壤的画面 好另外还有中国科学院的 这个国家天文台领导的联合研究团队 在国家科学评论当中上面也发表了 嫦娥6号返回样品的首篇论文 详细分析了月壤的成分 我们大家对月壤都很好奇 从最早最早的这个Armstrong 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到现在中国大陆 也是这个嫦娥6号 不断在探探月球 好但是他们还没有完毕 这个央视也独家曝光在太空中 这个机械手臂 可以这个检查 中国太空站的惊人景象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央视所独家曝光的 他们在太空站 机械手臂就可以直接检查太空站 所以这也想见说 他们现在技术是非常的高超 说不是只有美国 只有俄罗斯做得到 我中国也做得到 好那甚至他们也发射了天启星座 这个是在9月20号下午点的时候 快周一号甲固体载运了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那以一箭四星的方式将天启星 29 30 3132都送到了预定的轨道 那也圆满成功 那在前一天19号的时候 他们也才刚把这个长征三号 送到了这个一级上面的一个面积 然后发射第59第60颗的北斗导航卫星 简而言之呢 就是他们现在太空的这个技术 非常的好 一定是不输于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 主持人刚刚讲的 各个大国都要前往新高地 抢占新高地 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对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马斯克啊 他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也就是说 他其实只是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事 他被罚了63万3千元的美金啊 可是波音到现在被罚了多少钱呢 好像没有听说啊 是不是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那你不能够说 真正的各种 出现各种违安因素的波音 你视若无睹 然后你拿小事情去罚SpaceX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自制飞机啊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 上面这一架啊 就是CEO 919 在19号的12点11分 降落在拉萨的共港国际机场 那这一个 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 因为在拉萨在西藏啊 他的高度 那相对的吸 那个使得空气稀薄 是不是能够让他的飞机引擎 能够正常的运作 这是个问题 他先去试飞 但是安全的降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C919 但是同场还有另外一架飞机 叫做ARJ21啊 他也在这里进行试飞 ARJ21跟C919到底哪里不一样 他其实他的距离更短啊 他大概就是1900公里的这个区间客机 那C919呢 他虽然称不上广体 可是他的距离 他的飞行距离到达4075公里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这一次 这个去购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旗下的金融租赁公司 去买了这50架 那个波音737 MAX 8的这架飞机50架 50架60亿美元 我相信啊 这件事一定要挨骂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怎么样 就是说相对来讲 对于国内来 对于中国大陆国内来讲 C919没有办法对美国或对欧洲来飞行 然后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ARJ21也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买波音的客机呢 那为什么要买空中巴士的客机呢 那为什么不支持国内自己呢 而且现在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这个波音啊 他们其实原来应该要交机的飞机啊 已经到达85架 可是实际上只交22架 你还下单啊 所以非被骂不可 一定是被党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以军方表示呢 他们过去24小时之内 执行了大概650次的打击任务 使用超过了1400枚的弹药攻击 超过1300个目标 只不过以色列轰黎巴嫩 当然造成了不少死伤 包括了至少492死1645伤 这已经创下了单日伤亡最惨重 所以现在居民只能往北赶快逃 黎巴嫩就说了 这是数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以色列现在控制主党藏匿武器 因此他们将大规模空袭黎巴嫩的东部 阿拉伯国家现在也强烈的谴责 以色列升高对真主党的敌对行动 使得情势加剧到一年来 不曾有过的严重程度 只不过现在呢 以色列在袭黎巴嫩真主党 也发射百枚火箭弹来还击 其实以色列说呢 23号大约有165枚火箭弹 从黎巴嫩飞过来以色列 这也是以巴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有远程火箭弹 从黎巴嫩发射前往以色列 而以色列的民众就可以当下 直接在自家阳台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都知道嘛 因为他们在飞弹打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拦截 而他们其实只要在他们自家的阳台 就能够看到了铁穹的表演 那么呢真主党23号回击 朝以色列第三大北部港口城市 海法发射大量飞弹 以色列启动了这个防空系统铁穹来拦截 民众就真相目睹 只要站在他们家的阳台 就可以目睹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看到是中东想压制以色列 但是现在恐怕就连美国恐怕都做不到了 以军空袭黎巴嫩增加了492死 超过1600人受伤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却还是很强硬 强调不会坐等威胁 他说呢 他会先发制人 以军正在摧毁真主党数千枚 瞄准以色列城市 跟民众的导弹以及火箭弹 结果现在伊朗的新总统是力挺了真主党 那么中东国家一致谴责以色列 我们可以看到是伊朗的总统 培泽斯基安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希望和平生活 不要战争 是以色列企图制造这一个全面冲突 所以以色列呢 是希望把整个中东突入战争 而埃及也跳出来 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干预了呢 伊拉克也要求阿拉伯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的场面 召开紧急会议 沙国呢 甚至在X对黎巴嫩的预袭 做出评论 警告这个地区暴力加剧的危险 对于地区安全跟稳定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就连土耳其的外交部 现在呢 也发出声明来谴责以色列 把整个地区 拖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混乱 指责 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正在协助纳坦亚胡的 政治利益进行杀戮 而我们待会看到是白宫官员说 美国呢 美国到底在干嘛 他们说美国正在努力呢 和缓和着以离的局势 但是这个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直接说 努力 怎么努力 我刚刚听到纳坦亚胡 是直接无视了美国的呼吁嘛 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 科比就直接说了 我们人人相信 这里有时间和空间达成 外交解决的方案 这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 不过显然连主持人都不相信 那我们待会看到是 中东大战一触即发 现在各国紧急防变 真主党2.0 你可以看到呢 包括黎巴嫩经历了 20年来最喜新的一天 这个最大的问题正是 会不会是一个 更大规模战争的开始 其中的核心还是真主党 相信已被拥有15万枚的飞弹 而在伊拉克这边 亲伊朗的伊拉克 伊斯兰反抗运动的 民兵组织表示 一对伊拉克 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谷 这个目标发动了 无人机的攻击 那么在伊朗的媒体也报道 当局逮捕了12名 被控跟 宿敌以色列共谋的人 那么现在就担心 整个中东局势 是不是要一触即发了 美国国防部就说了 将增派少量的美军 到中东去坐镇 他说他们也是极度谨慎 但是已经充实在 这个区域的部队 前CIA局长就说了 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是一种恐怖主义 最怕成为真主党第二 现在伊朗军方赶快 把这些通讯设备 赶快来清查 还要来看看 这背景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怕 下一个爆炸的 会不会是他们 倒霉的是他们 那安全官员指出 伊朗当局 忧心以色列特工渗透 甚至有伊朗人员 被这个以色列给收买 当局怀疑 这是不是有内鬼 所以已经针对 中阶跟高阶成员 来展开一波 想把整个战火 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 最好把伊朗也打下来 也就把伊朗也卷进来 他借这个机会 把伊朗的核设施 一次把它摧毁 这样的情形 让伊朗本身 没有核武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 在内塔尼亚府来说的话 他当然想把整个战事扩大 而不是想把它收手 唯一能够对以色列 产生压力 产生制止能力的 就是美国 可是美国 却实际上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两面手法 表面上忽悠 暗中继续支持以色列 继续干下去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因为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 以色列就猛攻了 黎巴嫩超过1300个目标 这个军火可以说是 真的是下了很大的一个手段 您怎么看呢 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有关于以色列非常多的居民 他们在阳台上面看 他们铁琼拦截这种各式的火箭 或者是弹道飞弹 这当然是对于以色列他们的 各型的防控武器 非常的有把握 因为其实以色列构建了 至少四层的防控系统 最下面一层是我们常讲的铁琼 接第二层大卫投石 大卫投石就已经到300公里的高度 接下来还有一千公里高的这个 剑士二世 还有更高两千公里高的这个 剑士三世 所以 为什么以色列的人这么样的有把握 但是 如果这一些我们讲的铁琼 铁琼上一次在面对 伊朗的攻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用到数量不足了 那现在他们觉得很有把握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完 以色列军方也来不及通知他们 一旦他在这边阳台上看 然后铁琼用完的时候 弹道飞弹就打来了 所以 兵者国之大事 使生之地 所以都不要开玩笑 第二个我们讲到说 现在已经传闻造成492死1645伤 而且这个死伤的程度 还在不断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也就是我们谈到 为什么会有造成这么大规模 也就数十年以来最大伤亡 其实也就是以色列长期以来 对于这些真主党他们的 他们的各式武器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有巡弋飞弹 有弹道飞弹 那还有火箭 这些其实他都布放在民宅里面 那在布放在民宅里面 以色列没有掌握 以色列一直都在掌握 那无论是他接用的卫星 或者是他使用的无人机 那他其实都不断的 在更新这些资料 也就是这些武器的进进处处 他都掌握住 也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真主党把这些武器拿出来用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最后以色列所谈到的 他们最后就使用定位之后精确打击 那这件事情呢 不但不是单一的事件 其实我们还看到说 有关于说更远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巡异飞弹 也约略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回想一下 我们每一年的汉光演习 我们国军是不是把非常多的装备 放在公庙 放在学校 放在公园 这个都是与国际人道法有为的 就是当你放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是国际人道法 所可以保障的地方 你看这就是 他特别讲到说 他们放在公庙 这是他们的车辆 他说我们的这个 战甲车CM21放在市场里面 那个放得多好 外面都没有人看得到 对不起 那是外面没有人看得到 你确定没有人看得到吗 不 有人看得到 所以我们这样说 现在作战的形态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且如果我们来看 其实之前的 无论是从对讲机 从BBCO到对讲机 其实他们都是 以色列都是测试 这两个装备 当发生爆炸案的时候 这一些真主党的人 怎么联络 所以开始定位 定位完之后 精准打击 这个就是作战的新形态 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连丹麦的首相都帮他 站下说不要再限制 乌军使用西方武器 打击俄罗斯 就连包括了芬兰 瑞典都也表态支持 只不过美国前情报官说 核战争可能在美国 允许打击俄罗斯的 那个夜晚 可能就会开始了 一旦美国允许这么做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认为 你是帮忙他来打我们 这不是玩笑 不是游戏 俄罗斯人不会虚张声势 而是直接动手 我们先来问一下 舰长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乌军的整个攻势 是被俄罗斯采取了 一个是包围的方式吗 乌军是不是有一点 节节败退的感觉 我们从刚刚最后 也就是普丁他的 对于如果这些长城武器 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 他的看法 他当时接受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如果这件事成真 那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意思是什么 他就会动用核武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从核武的运用 它是不断的升级 其实这又升了一级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北约国家 对于这件事这么忌惮的 真正原因在此 接下来我们从由北而南来讲 现在这个战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库斯克的战局的话 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也就是现在他们的战争形态 都是先轰炸 就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 都是先轰炸 然后各种形态的轰炸 然后轰炸完之后 然后再进行火箭弹的攻击 攻击完之后 才会进行地面的战斗 这是我们所看到 为什么都是炸弹的原因 其实这一波一波的 让整个一个北边的 库斯克的区域 其实我们仔细看是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这一个乌克兰所占领的区域 是越来越小的 如果从战争研究所的图 会看得更清楚 这个蓝色的区域 也就是乌克兰所占领的区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9月17号 在各位观众的右手边 这是9月22号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范围逐渐地在缩小 这个红色的位置 也就是俄罗斯收复的地方 它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如果说我们再看到 有关于大家讲的红军城的部分 当然有很多的观众 都会谈到一件事 红军城都快讲两个礼拜了 为什么都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欺敌 也就是我先仰攻红军城 但是我没有攻红军城 当然进行了非常多的战斗 这个是我们讲到 实际上要攻击的红军城 在上面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战斗一直在持续 可是俄罗斯真正进行的是 南边这边的 也就是库拉霍夫跟武赫 莱达尔的这个地方 它不断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先各种的飞弹 或者长城武器或者轰炸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地面作战 其实它一直都维持这个形态 为什么我们讲到说 这两个城市 也就是库拉霍夫跟武赫莱达尔 这两个地方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是红军城的前面 最后的两个所谓的堡垒城市 堡垒城市也就是当年在 克里米亚失线之后 然后乌克兰所做的准备 这些城市里面 然后城市外面都有非常多的碉堡 跟阻绝设施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说按照战争营党所的图来看 我们看17号到23号 这原来的战事是比较小的 然后现在越来越扩大 而且它的部队越来越往前推进 那不断的强调 战争其实不是你可以不断的 单独深入做一个突出步 你做突出步之后很容易被截断 这就是我们讲到说 有关于战况的部分 那刚刚如果我们看到 那个CG图上面 有讲到另外一个扎波罗热 当然从扎波罗热沿着涅泊河上去 这是一个战术 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忽略 那个扎波罗热它的核电厂 是欧洲最大 它提供了乌克兰一半以上的电力 也就是现在如果成功的拿下 扎波罗热的话 然后把核电厂的电源停止向外输送的话 那今年的冬天 也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以及各个重要城市 最冷的冬天 我们现在昨天才刚刚过秋分 大家觉得还好 可是实际上来讲 在我们北边 我们刚刚讲到北边的库斯克这个地方 昨天是9度 今天是7度 它的晚上最低温 那当然它早上还有23、24度 那就是大陆型气候的一个标准形态 但是我们要注意说 如果现在它都电力被截断 无法供暖的话 其实人民跟部队都是苦不堪言的 好那以后跟随着中俄舰艇编队穿越了中古海峡 进入到了太平洋 那么他们就觉得 就是中俄是不是来联手 对付日本了呢 那么现在中俄在日本海展开军演 纳入防空跟反潜武器 中俄首次在北太平洋联合巡逻 宣称非针对第三方 有人就说了 他们就非针对第三方 是不是在回应 之前这个我们前一天讲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不是找来了四方会谈 也说没有针对第三方 偏偏布林肯第一个谈的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他们是不是也回击说 我们也不是针对第三方啦 是要给你好看吗 那么现在美国想要介入南海 但是被大陆拒绝了 中日副外长来会晤 孙慧东要求日本停止 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他说呢 请你们不要这个 对于这个中方的问题上面 在南海呢 来做一些指指点点 澳洲智库就说了 中国大陆在印太的军事实力 已经超越美国了 澳洲智库报道指出 美国不再是绝对的军事强国 如果在亚洲发生了冲突的话 大陆有地缘优势 甚至能够更快更好的部署 共军南部战区司令上周到夏威夷参加印太司令会议 他们说是应美方邀请18号到20号呢 去参加美国夏威夷这边的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其间跟泰国新加坡 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来进行双边或是互动交流 北京方面就说了 他们只是要讨论落实两国元首的共事关心 共同的话题 有人就说共同话题是不是南海跟台海的议题呢 那么其实他们早在之前就已经视讯通话过了 那这一次在夏威夷会面 是不是就觉得面对面台会比较好 不愿意具名的军事专家就跟环球时报表示 其实美国的邀请并不是表示 他们真的很想要邀请中方 他们还是可能会与中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军事模式 大家报告 现代化的舰艇 我们不要讲两月 现代化的舰艇 其实它都有非常多的定位系统 航海它可以接用GPS定位 然后而且我们讲到两月号这么接近 那个中国大陆已经进入12海里领海的时候 雷达早就已经看到 雷达最少可以看到36海里 那所以雷达早就看到了 这是第一套那个定位 第二套也就是战情室 它还有一套定位系统 它也同样的用雷达 还有用GPS定出船位 这是第二套 第三套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讲的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接上电子海图 这是第三套 你这三套都 你都没看到吗 对不对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舰长也是可怜 人头借日本政府一用 对不对 那以后再慢慢补给你 这也是一种可能 那我们刚刚那个讲到 现状就回不去了 什么叫做那个片面改变现状 现状就回不去了 我们看到辽宁舰就是这样通过 通过云纳国岛跟西表岛中间 这个浅蓝色的地方代表的是 皮帘区或者是临街区 深蓝色的地方代表是临海 但是那个日本一直抗议啊 你要抗议什么呢 那进入临海都有无害通过啊 那至于说如果说是临街区的话 只有海关财政移民 以及卫生有关啊 我想请问一下到底福建号 福建号编队到底是违反了哪一项呢 一项都没有违反 那我们看到说 昨天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海上巡逻机 但是他也肩负着反潜的任务 所以他屁股后面有突出来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MAD 也就是磁测仪 测量地质的变化 看看水下有没有潜见在 那他多次的通过进入这个 中古海峡的这附近的日本的领海 那结果日本呢 我们看看日本的反应就有趣了 为什么日本一开始就讲说 哎呀我们现在发射热焰弹 首次啊是不是很重要 是啊 然后他就说哎呀没有 那个发射热焰弹啊 并不属于射击啊 那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回想到另外一件事啊 中国大陆对于抵近侦察的美军 这一些飞机不是也打热焰弹吗 不是也对菲律宾打热焰弹吗 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讲 哎呀不专业 这个时候我想请问 日本专不专业 日本也不专业吗 是不是你干脆也讲日本不专业 这就我讲的 这个是美国航空总署的规定 本来就是打热焰弹 希望你转向嘛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回看一下 那个也就是中国大陆最近推出的一个 一个影集叫做炊火 他就讲到说 他就是进入 就是说驱离 进入领空的这些舰艇 不是 的这一些 战机啊 他们就是打热焰弹 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头讲说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那个举动 现在日本帮忙这里 舰啊的处理啊 各种品管啊 有97项不合格的地方 并且他也举了实际的一些例证 包括这些工人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觉得蛮扯的 这个有一个工具 那这个测量 应该都是要用很精准的方式来测量 可是这个工具 由机械师 私自制造 没有授权 就这样随随便便 也没有矫准 没有标记 就这样子放在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库 这个库存的清单上 并没有哦 他就自己拿去制造这个飞机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工人在罢工 波音大罢工 已经进入了第13天 包括波音代表 还有跟这个3.3万名员工 在做一些谈判 那每7天就要损失5亿美元 波音真的是雪上加霜 现在看起来在谷底哦 那外界也担心 因为在2030年之前 你必须交付981架737 MAX的客机 大部分来自于亚洲的一些 这个业者 他跟你定了嘛 那你要交给人家嘛 那未来这个生产线上面的可信度 就大大的给人大家很多的问号了 另外在空中 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的联盟号 刚刚从国际太空站回来 上头有两名俄罗斯人 一名美国的太空人 总共三名太空人 那回来之后当然很高兴 因为他们已经长期的在空中 在这个外太空了 已经是这个过了很多的时日了 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俄罗斯的媒体就笑 逮住机会 笑美国 因为美国波音公司 不是有送美国的太空人到太空站吗 可是回不来 因为机械上面各种的故障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笑他 说哎呀你们这些太空人滞留在宇宙 那如何打发时间呢 结果大家就看到的的确确本来这些太空人 他们只要去八天 现在变八个月了 所以为了要打发时间 只能找事情做 包括制造披萨 还有打扮成海盗 看起来也是苦中作乐 那另外在航天的实力上面 中国大陆其实已经累积了16年的实力了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他们做了一项庆祝活动 这是在2008年的今天 神舟七号太空人 他们在太空漫步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次 中国的太空人 包括翟志刚 刘伯明 景海鹏 圆满的完成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太空漫步 他们踏出这个太空舱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更是日新月异 因为已经过了16年了嘛 你可以看到包括中国的航天局说 2023年的WiFi会覆盖月球哦 可能是不是未来我们都可以 有机会移民到月球或是外太空呢 这个太空争霸战现在是进行式 我们看到中国的天眼升级FAST的核心证 这个试验呢 是要做一些启动哦 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种无线的无线电的望远镜哦 它未来可以在这个推动中国大陆在禁地天体预警 升空卫星通讯等领域的研究 为中国大陆的战略研究提供支援 所以看起来在各个方向 一开始我们看到乌克兰攻入库斯克的时候 大家都拍手说战 说开辟了第二战场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节目里头就讲到 这是最可怕的什么 空城计啊 那现在空城计已经不空城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些 它的作战计划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得多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来看 这是库斯克的一个占领状况 那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也就是乌克兰打下来的部分 我们从17号看到22号 我们看到这个区域 蓝色的区域越来越小 红色的也就是俄罗斯 它反攻的区域越来越大 但是有一件事情 拿那么旧的 没有 后面我们要看连续的 我们看到从22号到26号 竟然没有什么改变 它为什么没有什么改变呢 因为我现在就要拖住你这些部队 现在在乌冬的部队讲 也就是说 当初打库斯克的时候 把精锐的长城火炮 以及精锐的部队全部调走 调去打库斯克 结果一到库斯克 完了 发现是一个空城 现在他不让你回来 他不让你回到乌冬去 所以直接的 他把俄罗斯派所有的部队来牵制你 而且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的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现在看到 左上角这边这一个 这上面一点点就是红军城 大家也一直很多的网友 跟我们的观众一直在讨论 红军城为什么没有打下来 我们讲说我们在看这一线战场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一直往前打 变成一个突出部 如果变成一个突出部 非常容易从中间截断 截断之后 最前面的部队就变成了困守在那个位置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状况 也就是扎波罗热这边 也开始慢慢的变成热战了 为什么 而且他那个 我们讲到说 这个也就是俄罗斯 他能够进军的范围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他要扎波罗热核电厂 扎波罗热核电厂 是欧洲发电量最大的一个核电厂 那他拿下来之后 你确定今年的基辅 那个还有 还能供暖吗 晚上还有电吗 如果都没有电的话 这个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那至于说 现在美国说 我提供你JESWAR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长城的这一种联合巨外精准武器 也就是他们之前提供了F-16 现在给了这一种JESWAR 然后我们觉得 我们的绿媒又觉得 这真是好棒棒 这真是让哲伦斯基死了心 为什么 因为哲伦斯基要的不是JESWAR 他要的是暴风之影 更长城的飞弹 结果你只给这个短城 你说有130公里 130公里 这个战机要飞到多高 不高 4万英尺的高度 他要飞到这么高 才能够打到130公里 如果说他飞的是在低空的话 只能飞22公里 22公里可以打到哪里 其实打不到 哲伦斯基所要打的 然后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说 普丁 普丁之前在讲的这句话 说什么 如果使用高精准武器 长城的西方制造的武器的话 这个就不是以前的简单故事 意思是什么 他可能会动用核武 这个才是 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组织最害怕的一些